鍾琳和父親易清華在客廳論及妹妹易中玉的婚事 易清華語言上對二女兒各種嫌棄和貶低 實際上處處為二女兒的將來處處謀劃和考慮 易中玲看在眼底不無羨慕追問父親 父親 您問二妹想得如此周全 您當初在嫁我的時候有這樣替我考慮過嗎 易清華還沉浸在二女兒幸福未來的想像中 大女兒冷不丁地來了這麼一句 她倒是有些愣住了 她抬眼看著低眉顺目又不無委屈的大女兒 一笑了之 没有直接地解釋 顾左右而言她 等人走后 末了才自言自语道 要是有一天你知道了真相 會不會怪父親呢 易中玲和其為安的結合 在所有人眼裡都是一次關於利益的涟漪 易中玲知書打理 氣質温和 內斂大氣 是名服其時的大家歸秀 而其為安呢 說得難聽點 那就是個土匪 靠槍桿子和拳頭打出來的權力和地位 是一家最好的保護仔 從易中玲此番自言自語中 不由得令人多想 或許易中玲不僅僅是利益聯姻的犧牲品 她和其為安的婚姻還藏著更多的秘密 一 易中玲真正的出身 決定了她被易新華忽略 易中玲知書打理 有分寸 有見識 有膽量 有內涵 是一家兄弟姐妹的榜樣 在弟弟妹妹眼裡 易中玲是易新華的長女 是家裡的長姐 是原配大夫人所生 人人都尊重她 可是易新華和易中玲心中都明白 這根本就不是事實的真相 問官無信的嫡長女 真正的出身是源於易新華年輕時犯的錯 易新華被著原配妻子在外循華問柳 和一位歡場的女子逢場作戲 生下了易中玲 為了保護易家的臉面 易新華和歡場女子就此了斷 將女兒帶回了易家撫養 對外聲稱是大夫人所生 如此以來 便保全了易家的顏面和生育了 這也是易中玲為何從小和祖母一起生活的原因 對於生母 易中玲其實是有印象的 她還記得那個時候大雪紛飛 天寒地凍 有一個女人跑到一家來見易中玲 卻被祖母狠心地趕走 不管對方如何跪地懇求 如何痛哭流涕 都被無情地趕走 始終未能見到親生骨肉一面 易中玲在祖母的悉心撫養下長大 琴棋書畫無不精通 李師叔樣樣拿手 是弟弟妹妹的榜樣 是祖母和父親的驕傲 在這光鮮亮麗的背後 是易中玲難以磨滅的身份記憶 是生母被驅趕得不堪 是身世卑微地敲打 這是易中玲明明是家中長姐 卻不會任性 不會撒娇的根本原因 她不是不想 是不敢 她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戰戰兢兢 雖然很多事情都是她拿主意 實際上她才是最不敢忤逆父親的孩子 她如此小心翼翼地守著規矩 盛起還是父親眼裡的小透明 她精心研製的香料 得不到父親的誇讚 她精心想出的營銷策略 換來的卻是父親對二妹的期待 在易中玲大半輩子裡 她的人生格言 除了規矩還是規矩 她想經商 父親說她沒有天分 她便抑制自己的想法 不餘懼 不越界 甘心當兩個妹妹的陪衬品 她甘心卻也不真的甘心 她突然質問父親 當初是否為自己的婚事擔驚截律 其實就是內心不甘的一種體現和反抗 為什麼兩個妹妹時常任性衝動 犯傻還能得到父親的偏愛和寵孽呢 而自己修煉得近乎完美 卻和父親若即若離 她就是太知道為什麼了 才會反問一句 究竟是為什麼 二 在易中玲和錫瑋安結婚的真相裡 易兴華扮演的是什麼角色 記得那一次 錫瑋安在一家不管三七二十一 將幾個網圖謀害易兴華的歹徒 趕盡殺絕 那真實的血腥味充斥著整個一家上下 所有人盤棋色變 瑟瑟發抖 易中玲為姐姐打抱不平 直接質問父親 當初為何要把姐姐嫁給這樣的一個殘暴的土匪頭子 在所有人眼裡 大概是和易中玲一樣的想法 易中玲和錫瑋安的婚姻是易兴華的罪過 那麼易兴華在這場婚姻裡究竟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呢 在易中玲的眼裡 這場婚姻是犧牲 是為了全家的利益 在錫瑋安的眼裡 這卻是天賜良緣 是迎娶了心愛的仙女 錫瑋安 雄姿 英發 容貌 身份和家事都是一頂一的 多少女子都親心於她 做夢都想嫁給她 易中玲的堂妹 易寄魚就是萬千女子之一 可惜錫瑋安在萬千花叢飄過 瞥也不入眼 有一天 錫瑋安路過一家照相館 被照相館相片牆上的一位舉止清雅 端中大器的女子所吸引 她發誓 就算翻遍全城 也要找到這位情女子 可是天公不作美 她找了很久 都沒能覓得家人竊影 助力群她千百度 目然回首 那人卻在燈火阑珊處 一個尋常的不能再尋常的下雨天 錫瑋安和往常一樣開車飛驰而過 車子飛快 借了路邊女子一身的泥泥 錫瑋安這才發現 這位遭受飛來橫尼的小姐 就是自己苦苦尋找的夢中情人 她欣喜若狂 驾車陪罪 想要將她帶上車陪罪 卻被對方給婉拒了 錫瑋安終於尋得家人 無奈卻得知家人早已經有婚約在身 錫瑋安雖然是個粗人 對待感情卻十分認真 認定了一個人 便查不思 犯不想 非要在這棵樹上吊死 錫瑋安父親看著兒子越陷越深 不是辦法 便自作主張 為了成全兒子的婚事 對易中林未婚夫汪建篪一家下了黑手 錫瑋安父親的手究竟有多黑呢 汪建篪父親本是文藉太陡 德高望重 突然間吐血離世 不到半個月 汪建篪意外身亡的消息傳來 汪老夫人受不了這樣的重創 也相繼去世 好好的一個汪家 家破人亡 這一切都是錫瑋安父親的手筆 這一切都是錫瑋安父親做的孽 那麼易興華為何愧對女兒 不敢面對她 不敢告知真相呢 易興華當初對於錫瑋安父親的陰謀是心知肚明的 她知道讓女兒與錫瑋安結親 比起與汪建篪結親 利益更能罪大化 她不僅不直指錫瑋先生的做法 反而助紂為虐 將女兒的幸福推上了黑暗的未來 黃英如知道丈夫的所作所為 於今不忍 實在是沒辦法看到汪家遭死災難 便故意對汪建篪開了一槍 這一槍漢字歹毒 實則避開要害 救了汪建篪一命 汪建篪中槍假死 這才死裡逃生 這就是易興華嫁女兒的全部秘密 她不是筷子手 卻是個斬殺女兒幸福的幫凶 慶幸的是 易中玲因差陽錯 遇到了真正代己的錫瑋安 寫到最後 易中玲其實比誰都清楚 自己出身不高貴 婚姻是為了家族利益 她付出了一切 犧牲了許多 換來的不是父親的醫重 而是忽略 她關心弟弟妹妹是理所應當的 她為了一家 操持擔當是理所應當 她只能妥協 體面 懂事 在原著中 易中玲曾說過 這個家裡有誰關心過我的想法 她犧牲了所有 只想患得父親的疼愛 如同你對忠玉忠秀的疼愛 可是從來沒有得到過 私有的兒女之中 只有我是自生自長的 明明都是我至親 有著血緣的家人 卻像是一個孤兒 住在一座孤島 易中玲付出一切 是為了得到應該屬於自己的家產 易中玲付出一切 是為了今後能夠維持自己養尊儲優的生活 而易中玲呢 她付出了一切 犧牲了一切 不過是想要得到父親真正的愛和關心罷了 可父親的寵溺一次都沒有給過她 汪曾祺說過 一個現代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 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 父母叫人敬畏 兒女鼻管調職 最沒有意思 同一個父母 一中玉和一中秀是沒大沒小的準 反而能獲得父親的寵愛 而易中玲 鼻管調職 換來的只是規矩 要求和約束 易中玲到死都不知道 父親逼自己嫁給習偉安的真實原因 利益只是表象 不夠疼愛才是內核 或許最後易新華 將新華百貨總經理的位置交到易中玲的手上 就是最大的補償了吧 這領充滿人情惡 黑豆腐社 老婆 所未來有的 薄亂 讓一些精華